新婚之后,大S就差把聚俊叶宠上天了 什么钱都敢给聚俊叶花 什么生活条件都答应聚俊叶 只要聚俊叶不介意自己的过去 跟前夫汪小飞那段尴尬的婚姻经历 大S的内心是卑微渴望安全感的 大S在感情中拿捏汪小飞 却在新婚后被聚俊叶牢牢拿捏住了 只要大S肯为自己花钱 聚俊叶又何尝不能的宠叶好大S的生活呢 住在台北的豪宅有汪小飞帮忙交房贷 确实让聚俊叶丢失了面子 可是现实中聚俊叶又确实买不起 谁能想到自己的全部身价 对此汪小飞还是大S都是九牛一毛 好在大S喜欢聚俊叶这个人 就喜欢着聚俊叶的全部 无论汪小飞做什么都是错的 无论聚俊叶做什么都特别顺眼 为了给新婚丈夫争一口气 其中大S和聚俊叶牵手看豪华别墅 这规模让聚俊叶都捏紧了口袋 怎料大S一具房子当然写在你的名下 如果你买不起就来报销 这话简直不要太真实 对此你看好大S跟聚俊叶的新婚呢